那当然同时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一节的新闻头条 我们先来看看 郭正亮接出了民调的密码 民调背后数字 存藏着什么意义 待会来告诉大家 存有什么猫腻 还有人爆料 侯友宜的副手 绝对不是这个人 那侯友宜的副手到底又会是谁 外界也都张大眼睛在等着看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是 就是前立委郭正亮 他说 他现在分析 看到民调数字 最近真的很有玄机 为什么 柯文哲的支持度 已经飙迫突破了三成 突破30% 而且领先超车侯友宜 将近10% 这个拉锯越拉越大 越拉越严 所以郭正亮认为 侯友宜跟2000年的连战 怎么越来越像了呢 如果依照目前的态势继续的话 最终三位的参选人的得票率 会是4比4比2啊 这是郭正亮的一个分析 他说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谁4 谁2 大家如果以目前民调 应该都推得出来 我当然同时来看 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徐巧兴 这个蓝银 也是非常有战力的新生代 中生代的议员 他怎么说 他认为呢 台湾的民营基金会 民营党最新的支持度 比上个月往下落哦 下滑咯 而且下滑超过6个百分点 最近的性贫争议不是连环报吗 一桩一根一桩爆没完 这个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滚成了雪山 他认为 这让民营党年轻选民流失了 say bye bye了 很多呢 绝亲认为 真的没有办法再支持 再挺民进党这样挺下去 不过我们也来看看 绿营的人怎么分析 这是民进党立委 庄瑞雄 他说 很多支持者认为 这民进党应该要赶快 冲到40% 不过 这个蛮尴尬的 就一直卡在30% 好像也上不去 一直没有到40 到四场 是民进党绿营的确 有自己的困境 上不去 天花板是不是就挡在那边了呢 国民党局库执行长柯子恩 他就认为 侯友宜的副手 不一定一定要女性啊 要能跟警政专业互补都 他觉得企业界啊 科技业啊 都很好啊 不一定 非要是国民党人 哎 这话 有没有觉得 后马中有话 有弦外之音啊 是不是要蓝白河了呢 不知道 继续看一下 不过当然来看的是呢 这回 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的确最近的民调 是被甩到了老三 那排第三名 大家也都很担心 他现在说 治安要先从政府的政治人物 开始来做起 不要跟黑金来挂钩 那部分的政治人物 跟黑金挂钩 所以警察 那从何打击犯罪呢 因为上头的官 你们都跟黑的 这个欧妈妈的 结果呢 麻吉麻吉 那下面的警察怎么办呢 玻璃士大人的 上头的长官的长官 就是他要办的人 那这样办得下去吗 可以吗 行吗 来看一下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则说 党中央跟侯友宜团队 完全整合在一块 大家不要想在过程当中 见缝去插针 或是制造矛盾 在适当的时候 他说陈国军一定会 能够一起来帮忙 让2024团结来胜选 那另外台中市长 卢秀燕则说 他对台中期待也很大 台中正在转大人 妈妈走不开 因为很多人说 卢秀燕 你要不要也来参选一下 他说他不会了 他要留在台中了 妈妈走不开了 但是我们来看 的确侯友宜的民调 持续 好像不太 讲不起来 那幼儿人的 卫要案跟蓝莹 本身的纷纷扰扰 可以说是内也 由外也换 前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就预告 他将要发起 政党轮替 大联盟 这个大联盟 到底要连谁 蒙谁呢 他说要来对抗 民进党的假民主大联盟 要以第三方的立场 强迫 这个侯友宜跟柯文哲 来团结在一块 实现政党轮替 不过这样的举动 被部分人士也质疑 是不是 是不支持自己 国民党内的参选人 侯友宜吗 不对此 罗志强特别常情说 自己并没有表态说 不支持侯友宜 没有哦 也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会有人 把这个政党轮替 把它硬解读成 不支持侯友宜呢 另外他也宣布 原定呢 在礼拜五要召开的 这个所谓的政党轮替 大联盟记者会 先取消 咔咔咔 不过他与前高雄市 新闻局长王浅秋 依旧会继续为 政党轮替大联盟的目标 来继续来做一个努力 那只是会改用更能够 更加能够凝聚共识的风势 来做一个进行 不过无论蓝 无论绿 无论白 现在的确全部都 深陷性骚风暴当中 连名嘴圈也中招 朱学恒朱凯翔 最近接连都 卷卷卷进了性骚风暴当中 纷纷宣布暂停直播了 不少人开始忧心 未来监督政府的力道 会不会少人呢 但不过前例 委员就亮点名了 还有两位重量级的议员 可以来接手来承担 菲律阵营炮手的重责大员 我坦白说 这个朱玄跟朱凯翔 他们在网路 因为他们媒体的敏感度都够 所以本来对菲律阵营来讲 是两个很大的炮手 所以两个人都出事 那每个人 这两个人的节目 都是每天的 所以就暂时失去了这个作用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或者是民众 党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真的没有这样的好手 就是你follow媒体 然后能够 所以汉庭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徐晓芯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我晓芯就说 他也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他要加强他每天的直播 我我认为汉庭也可以啦 所以你们两个要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每天都有新闻要做解释 要做工房啦 那主角员跟朱凯翔本来是有这个功能 现在突然没有了 国民党整合迈出了第一步吗 来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他出手了 他将为国民党总统的参选员 新北市长侯友宜 要筹组后友宜立委后员会 那同时他要亲自担任召集人 将在呢7月5号召开成立大会 党团立委到时候也将动员来相挺 不过这对目前神兽的党内外夹击的 侯友宜来说 无疑是一记强心争 侯友宜参选以来 其实已经两度的邀请王金平 担任竞总的主委 不过都遭到王金平以 应该有更好的人选为理由 婉拒了 现在也引发外界对党内团结的忧心 不过昨天下午呢 党内立委跟前立委陆续接到 王金平的邀约 内容就是 王金平要替后友宜 来成立后友宜立委后员会 时间就定在7月5号晚间6点钟 在台北卡里萨大饭店来设宴 不过呢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了 最新一份政党支持的民调结果 结果显示 民进党获得24.6%的支持度 以第一名来领先 民众党是22.2% 位居第二 另外国民党则是以20.4%支持度 落在第三 时事评论员王上志就分析 过去大家普遍认为 台湾选举就是蓝绿两大党来对决 白色力量民众党相对来说 是相对弱势 不过现在国民党居然 沦落到排名老三 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恐怖的警讯 我觉得很可怕的部分是 国民党竟然变成是第三大党 第三不是大党 排到第三名 而且民众党都起来 我觉得无论如何国民党再怎么自我安慰 要比照去年在认定侯友谊有七成的支持率 如果我们把侯友谊的投射 想象成是对于国民党的支持 或至少对于民进党的厌恶不满的讨厌的相对性 但是短短八年你就觉得如同潮浪 我觉得越圆越缺的这个潮起潮落 也没有比这个还要再更大了 在去年年底大选当中 凸显出了一群很厉害的 你说是国民党的这个党很强吗 其实不是 大家感受到是国民党的年轻新生代 包括包括许晓星王红威或等等的 有战力 有战力 大家把民进党包括陈时中林志坚 等等的揭闭当中打得完全都是一文不值 打得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所以你感觉到国民党的部分的一种 集体的基层的或年轻的部分的力量 可是当现在这个力量在经过这半年当中 因为接下来的选举的部分是总统大选 以总统大选侯友宜 现在看是领军要母鸡带小鸡 可是这半年以来看起来 我觉得以包括侯友宜 作为主要的这个气势消长在内 大家对于侯友宜觉得空空洞洞的 大家都不知道侯友宜的中英思想 跟那个强韧度跟强悍度是什么都不知道 好好做事情 然后这就连带起的对于国民党的总体的印象 再加上现在的这些议题当中 很多人大家其实都在忙 乔欣 罗志强 大家都在地方的各自的选情当中 在地方上在各自在努力 所以没有像先前这样回过头来打 这个部分的像去年年底这样子 打民进党的所有的人事物 而且有些具体的标的 从国民党当中 过去的空气票的部分支持 乃至于现在变成是 把一个还没有 包括在媒体当中相对弱势的柯文哲 跟除了柯文哲之外 民众党你都说不出来 还有谁的情境之下的部分 能够推举到这个党这么大的部分地步 这确实这种消长是很恐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